我這邊只是舉例,至少有三種可能需要房呆,也許還有第四種、第五種 那你就是想到你就要自己在家,那家的方法當然就是不外乎就是像剛剛的那個 跑個回圈去一個個檢查,要不然就是用邏輯判斷,判斷如果它是空的話 那還有第三種我想到的就是說,它可能也是同學問,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什麼呢? 但這邊的話有沒有其他名稱叫小李好了,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我也不確定的那個名稱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呢,當然理論上它一樣會怎麼樣,幫我做完這些事 並且也會幫我這個放一個小李在這邊,但是會有個問題,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小李裡面呢,完全是空的,那空的你加一個空的在這裡,其實沒有意義啦 你應該要是怎麼樣,如果查不到資料的話,要跳一個什麼呢? 跳一個訊息說,查無資料就好了,不然的話呢,其實說真的好像比較不合理啦 不過這個當然也不是什麼大錯誤,可是至少也是可能需要房呆的其中之一 那我們知道說,可能需要這樣的房呆,但是要怎麼做 OK,怎麼做才是比較重要的 那其實這邊的話,基本上把它刪掉一下好了 理論上呢,如果我想要知道說這裡面是空的 那其實呢,要怎麼知道它是空的 因為我篩選的過程當中,如果我今天給了一個名稱 它其實用包含,包含這個文字篩選裡面 假設我今天剛剛的動作是包含什麼,包含小李 有點類似像這樣,按確定 它裡面是空的,那我怎麼知道它可能是空的 Ctrl向下 那所以喔,我想到的可能還有更多的方法啦 因為要不然你就是判斷說它的這個儲存格 位置,我講到的是Ctrl向下 那如果用Ctrl向下偵測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游標放A1 Ctrl向下,前面有講過嘛 用ANDXLDOWN 它的那個點,向下追蹤之後 回來的總列數是1048576的話 那表示說呢,它應該是處於沒有資料的狀態 但如果說有資料的話 像如果假設我們查詢的時候 是查到有資料的情況就不會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查的資料這個地方 假設篩選 我如果篩選是篩選那個其中一個小咪好了 那你游標放這邊趕錯向下 它會停在有沒有 它最下面那一筆的位置 除非說它沒有資料 所以要怎麼樣防止它沒有資料 那這邊我們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當它查完之後 特別注意喔,所以如果你撰寫程式的話 你就記得喔,不能寫在這上面 因為這個是輸入資料之後 那我是希望說 當它已經幫我查完之後 我才去複製 可是問題喔 查完之後的話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也許就防呆3吧 那防呆3做什麼呢 這邊喔 防呆3就是避免什麼呢 避免那個程式喔 這邊當查詢結果喔 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呢 改成就是那個什麼 把這個地方 如果向下追蹤 那所以這裡怎麼樣向下追蹤判斷呢 這邊可以加一個if 判斷什麼呢 假如篩選 因為這邊是篩選結果 篩選結果如果說呢 我向下追蹤 我用優標放在那個range的A1裡面 如果A1裡面喔 假如說 向下追蹤喔 這個前面都寫過 點 and 青瓜虎 向下 點roll 如果說它的列喔 假如說什麼 這邊後面補一個rem and if 如果我說呢 向下追蹤呢 它是等於什麼 等於 1048576 然後這個數字其實也不用背了 其實你什麼 優標放這邊向下 Ctrl向下 再Ctrl向下 它就移到最下面一筆 那你可以 把這個數字喔 key到那邊去 千萬不要像以前有一個那個 好像有個新聞吧 有個老外啊 他為了要知道說 最下面一列 是什麼數字 我記得好像他就是 一直按一直按 把它按住啦 一直跑 他想知道說呢 到底最下面一列呢 是 號碼是多少 但他又沒有學好esale 所以他就一直按住 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後來好像聽說 他一邊按著 一邊吃吃飯 然後按了九個小時之後 終於知道 原來最下面一列的號碼是 1048576 這個新聞不知道有印象嗎 就這樣 真的啊 他就一直按住啊 我想說你 一身有裡面不是 砍錯向下 按兩下不就到底了嗎 所以他應該是一身有沒有學好 一個老外 真的太搞笑 而且這個新聞還 我記得那一整天播了好幾次 各台都有在播這個新聞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我是覺得這 這個新聞太瞎了 而且 連新聞記者也一直 我覺得這 這也可以拿來當新聞 那 你也可以自拍一個啦 這種搞笑的影片 在網路YouTube上面還蠻多的 好 那所以1048576 表示是最下面 意思是說我們找不到資料的話 然後呢 我做什麼呢 如果 他是1048576的話 那就 怎麼樣呢 其實一樣 跟他講說 Message Box 然後怎麼樣呢 查無資料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 跟他講說 X516 OK 類似像這樣 然後面的話呢 逗點 逗點後面的話 就是你要給他 什麼樣的圖 在那個MessageBox旁邊 啊這麼多啦 反正 不過他這個可惜 是沒有一個圖示啦 好 那我這邊 加一個VB information 一個驚嘆號好了 好 那記得喔 後面一樣要怎麼樣 讓他跳離 不要再往下了 不對喔 你要怎麼樣 查無資料的話 讓他知道說 沒有資料 可是呢 你記得要先做兩件事 因為他有篩選 所以你離開之前 你要怎麼樣 把篩選怎麼樣 恢復回來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再加一個這個 否則他一直在篩選狀態 你下一次查就錯了 再來怎麼樣呢 記得 離開這個Sub 剛剛不是有用到嗎 也是Sub 所以基本上喔 就是加 如果這個條件發生 而且記得放在哪裡喔 查群之後喔 複製之前喔 這個中間 放一個防呆3 查完之後 4B104859件 如果是的話 查無資料 然後呢 跳出VB information 把那個selection給關起來 然後跳離回圈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這邊是一個中斷點 我們試一下喔 如果是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那 假設啦 查無資料 比如說查詢 隨便喔 AA好了 這樣子應該沒有啦 按確定 查無資料 為什麼? Ctrl向下 1048576 按確定 記得要怎麼樣呢 因為你會發現喔 現在還在篩選 有沒有 這個地方還在篩選 所以 按確定之後 把這個篩選怎麼樣 取消 就是恢復回來 恢復回來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加上這一行 AutoFuel 因為你加 有沒有這個 再按一下 不過你不是手動去按 你要怎麼樣 執行它 F8 它就恢復回來了 有沒有 後面又有資料了 然後再跳離 Eatsub Eatsub其實就是什麼 就直接跳到這裡了 就離開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防止什麼 防止這個資料 因為查無資料 而產生一些 空白的資料 會有三個防呆 那如果做完之後 請各位再到雲端上面 有個那個 實價登錄的範例 你可以去 其實不用重寫 程式複製貼上 馬上可以產生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